然後現在很尷尬的是因為我們只有來一層的機票 我們去層只有後補,可是一直後補不上 嗨,大家好,我是Irene媽祖 我們完了東西局之後,現在到北竿 北竿是我非常期待一個景點 那現在是晚餐時間,想說來吃個晚餐 然後因為媽祖的美食 淡菜、紅糟跟老酒蛋麵線 我們幾乎都吃過,只剩魚麵還沒吃 所以想說來北竿機場附近吃魚麵 那北竿這邊的魚麵有兩間很有名的 就是魚之鄉跟Apple麵線 然後民宿老闆推薦我們吃魚之鄉 因為它的魚丸跟魚腳很好吃 所以我們就是來吃魚之鄉 魚麵來啦,你剛才吃好吃嗎? 還不錯耶 它加一些小蝦米,我覺得 一般麵更有嚼勁 是細的,可是很特別說不上來 很有嚼勁耶 魚麵呢,它是用魚漿做成的麵 所以它口感跟一般的麵條比較不一樣 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直接跟店家買去回家做料理 它可以這樣煮湯麵或是炒麵,都可以 而且在那麼冷的天氣來上一碗湯 我覺得非常幸福 湯很夠味耶 因為有加熱紫菜 這是民宿老闆推薦的魚丸 很Q很紮實 裡面有包肉 它中間的肉好香喔 我覺得口感是很滑嫩的那一種 有個特別的香氣 就你一小下去裡面的香氣會噴出來 而且很大,蠻大一顆的 阿倫朋友推薦的炸紅蠻 聽說很特別 有吃嗎? 嗯 可是我想表達是很香 紅蠟香氣真的很適合冬天吃耶 吃蠻多的,但要小心 可是它不會讓你吃到喉嚨還好 但也不要咬太大口 我覺得紅蠟很香耶 它外皮炸的好酥脆 如果沒有骨頭就130 不知道你們如果有吃過阿婆的話 跟這一間 哪一間比較好吃 下面留言給我 然後現在很尷尬的是 因為我們只有來一層的機票 我們去層只有後補 可以一直後補不上 我就討論很久 想說就是放棄北竿的行程 明天直接去現場後補機位 不知道後補會後補得上 有點緊張 因為現在就是很尷尬 東北機風的關係 然後船班已經停擺很多天了 變成我們想要搭船回去也沒辦法 所以我們只能後補 如果沒有後補的話 就一直帶一直帶 希望可以後補上 經濟有加開了 後補上去的機會應該是蠻高的 媽祖很有名的就是地瓜餃 然後剛好我本身就來吃那種甜的芋圓的 所以就來吃 我們早上在七曲吃的是熱的甜湯 然後今天來吃的是冰的喔 你看 它是有顏色的喔 剉冰上面有綠豆跟藝人 很Q耶 顏色超可愛 就包得很像小三角形的感覺 很像是漏粽還是什麼的 嗨大家早安 現在在秦碧村民宿外面等吃早餐 因為我們今天一早 我們大概預計9點10點要去北竿機場後衛 想說早一點起來拍照 老闆也說最近北竿的秦碧村非常多遊客 所以我們就訂了7點一大早來拍照 沒想到都是陰天 但是我們還是想說先去廠開 我們就在外面繞了一圈 看到北竿第一間7分 好像是今年8到10月開始吧有點忘了 就北竿的第一間7分 整個秦碧村的聚落它其實不大 都是蓋在山壁上面 全部都是沿著樓梯走 真的很像歐洲古城的感覺 然後它每一個小階梯都可以再延伸 可以拍到海景 我們現在想說回來吃早餐 看等一下雲會不會比較散 太陽比較出來 因為今天實在是很難拍 但是我覺得秦碧村這邊是超美 來媽祖真的是必來 一定要來米包 我們的早餐來了 又是季光餅媽祖的漢堡 然後在北竿這邊的民宿 都會有戶外的座位區 它就是可以這樣讓你看著海 吃飯 覺得很棒耶 超悠閒的 我們睡的房間在這邊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早餐區 然後在這邊民宿 大家都喜歡坐在這邊 看著海吃飯 可是我覺得我們民宿在太裡面了 因為海在外面嘛 所以這邊的feel比較不好 訂外面一點的民宿會比較漂亮 Baby, I think I'm finally starting to get you She told me through her teeth and a perfume I never wanna see you again But in the morning She's pulling off her clothes in the bathroom I'm standing in the hall, I'll be gone soon Who did I think I was And it's breaking up again Tour for my eyes Wrapped around my neck I don't wanna think about Wrapped around my neck 我們剛拍完照現在回到房間發現閩東市建築 馬祖當地的建築超美 冬暖夏涼的建築 因為在馬祖這邊它冬天的風很大 然後我們就是走在建築跟建築物之間 其實它幫忙遮風蠻多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辦一間正式樓 我們要去機場後衛 我們其實從三天前就一直在網路後衛 都後衛不到 所以想說去現場等應該比較有機會 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成功後不上呢 等等見 各位好休息 終於成功後補到機位了 超級的開心 在等待期間 就覺得緊張到快吐了 因為我們北竿後補到機位的話 就要再搭船回南竿 就整個很周車勞頓 來之前就大家都說 馬祖的後補回台灣很簡單 但是我覺得這樣就沒有啊 而且就是這幾天在馬祖玩 就會覺得心情很忐忑不完 因為沒有機票回不去 就覺得 欸我是不是要多待 所以就這幾天也沒辦法好好的話 在我們現場後補到機位的同時 我們昨天在網路上 預約的機位也是到了 但是我們就選擇提早回台灣囉 我覺得就是要留一些遺憾嘛 下次我一定還會再來馬祖的請閉存 而且這次沒有吃到咖啡館裡面那個披薩 覺得超級的可惜 我有預訂耶 可是就是來不及 因為我們就是要趕回台灣 那我們就台灣見囉 掰掰